你在收听也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监视星期五TGIF 同样是能洁还有洪耀和你一起来关心一下 本周重要的财经时事重点 哎呦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一点点改版了 星期五的这一天不再是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而是财经的这个重点 对啦我跟能洁是讨论说 我们一般上都在分享一些企业的故事 这些content当然是很好啦 只是说他可能欠缺一些这个时效性 或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这个听众最关心的一些议题 所以星期五这个单元呢 我们在商讨之后决定呢 不再是每天早上六点分享企业的故事 而是我们会总结这个这个礼拜有什么看点 然后在星期五这天呢 马上找来一边马上录制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 就呈现到各大Podcast平台 给所有的听众收听 所以如果今天早上六点钟 你没有准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千万不要骂我们 因为我们是为了大家 让大家能够听到更具时效性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些这样子的调整 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这个议题呢 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是本地中文媒体 我看到报道的可能比较少 可能有在报章上面有报道 但是网络上面的这个报道主机 我比较少看到 我就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议题 我相信大家看的都会很有感觉 大马薪资下降9% 也是9% 这个降幅其实是蛮大的耶 但老实说我个人呢 是没有什么感觉啦 因为我这个薪资呢 还没有到那个需要deferment的状态 可能能切的感觉就会比较大 确实啦我觉得疫情当下就是很多公司都会 像是我们公司就有deferment 当然是为了应对整个不稳定的整个经济状况当中呢 所做出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公司可能算是幸运 有的公司可能像旅游行业 他直接是说老板没有钱给你 那有多少就拿多少 或是直接是能不能员工们一起来度过这个艰难时期 先不领薪三个月 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所以这个薪资的下降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想是在所难免的 确实现在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薪资下降的状况 也听到了很多老板呢 在这个薪资下降的规划的同时 是没有跟员工好好的来沟通的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重点 基本上如果你希望说员工跟你一起 共同度过难关的话 我觉得基本的沟通是需要有的 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到这个统计局啊 他们的这个2020年的薪酬调查报告 就显示出了这个去年的这个平均薪资呢 是下降至2933令吉啊 那么相比2019年的3224令吉 已经跌破了3000令吉的关口 而薪资的数额的中间值呢 也呈现了下降了 从2019年的2442令吉 跌到了2020年的2062令吉 这个跌幅是高达15.6% 是的就是整个经济环境 我们都可以切实的在数据当中感受到 经济确实是非常的 这个所谓的非常大的困境 同济局其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复苏 还是挺乐观的 他觉得说随着这个逐步开放 然后政府又推出一些帮助市场的一些措施 那下半年会有所恢复 但真的是能够恢复吗 这个待会我们可能可以谈谈 是 其实是不是真的能够恢复 大家现在都把焦点放在政府的这一个 各种的补助措施 或者是经济复苏的措施 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也可以思考一下 除了政府的角色 我们个人其实在面临减薪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要去自我提升一下呢 我们自己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或者是说我觉得薪资这个所谓的调降 当然疫情有很大的这个因素 但是呢 其实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太依赖这些外劳 导致说我们的这个薪资普遍都比较低 或者说我们在于这个自动化的努力还不够呢 中小型企业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当中更多的提升呢 我觉得撇除这个疫情的因素 可能我们更要去正视一些马来西亚结构的问题 是 其实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呢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 属于自己的这个经济结构的一些问题 是要去克服的啦 但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薪资下滑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担忧 但是或许我们也不要那么担心 因为不止我们的薪资下滑 如果我们纵观现在在整个全世界 或者整个东南亚呢 现在薪资下滑 几乎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每一个市场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可能在过后复苏的时候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除了复苏之外呢 像是刚刚所讲的 可能我们在于一些企业的转型 或是在对外来的依赖这部分呢 可能还要有所调整 所以无论如何呢 希望这个政府的这个出台政策 能够更加的对阵下药 不然的话 未来这些问题又会重新的这个 降临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 好的 今天我们就大马新资这个新闻呢 访问到了亚企理财中心税务 及财务咨询总监 达多蔡兆元 和我们从这个企业财务 和个人理财的角度 来谈谈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来看待薪资下滑的状况 达多你好 你好 那我们可能想先问这个 马来西亚薪资最近这个统计局公布 说滑落9% 是完全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在你看来 有没有其他一些比较结构型的因素 就是使得我们这个薪资的平均 或是medium下降这样的趋势呢 我想如果我们单看只是去年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薪金下跌9%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不会感觉到意外啦 最主要就是因为COVID-19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得到的就是 因为这个薪金下跌了之后呢 基本上很多人都受影响 那么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每次在讲B40 对不对 B40 M40 T20 那么因为薪金下跌 它也影响了这个M40 那么从政府最近给予的各种M40的援助金呢 我们会发现到M40其实也深受影响 所以有的人已经开始在讲说 我们现在的M B40已经不再是B40 可能是B60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大家就会知道讲说 它的这个情况的严重性 那么当然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很多年前我们每次在讲说 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的这个陷阱 或者是Middle Low Income Threat的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讲了 大概已经整10年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事情 就是当时在2008年2009年 当政府要推出新的经济模式的时候呢 就在讲这个事情 意思就是讲说 基本上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薪水 或者是收入呢 基本上都不高 这个就是好像刚才洪耀所说的 是不是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它真的是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基本上呢 根据国家银行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我们过去10年创造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BACANCE 就是就业机会呢 基本上75% 只需要低或者是中 Skill 技术的这个工作机会 那么如果你是中低技术的工作机会的话 你的收入 你的可以给的薪水 当然就是中低的收入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过去10年 我们还在面对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在2008年 2009年 已经在谈中等收入的这个陷阱 但是10年我们还是原地踏步啊 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 在这一方面呢 国家银行也说 在同样的productivity 就比如讲说 马来西亚的员工 他的productivity 是跟其他国家一样的话 就算是productivity一样 我们这里的员工的薪水 一般上都比比较先进的国家的薪水 来得低25% 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薪水还是偏低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劳有一点泛滥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因为外劳就会压低 压低本地的人的这个工资 那么让薪水呢 上升的机会很小 这也就迫使政府为什么在很多年前 需要推行最低性精致 这个问题 当然 或说回来 我想 马来西亚这个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本身呢 占了国内的企业整98.5% 98.5% 就是讲说1.5%才是大型企业 但是就算是98.5% 它对国家经济贡献呢 只是38% 所以当你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只是38% 意思代表什么 就是你这些中小型企业 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 它卖的价钱并不高 但价钱并不高 为什么因为它的增值不高 就是value add不高 value add不高的话 你卖的价钱不高 这样你赚的不多的话 这样你怎么样还很高的薪水 但是偏偏呢 我们有三分之二的 就是劳力人口 是跟中小型企业打工的 但是我在这里讲 不是说不要跟中小型企业打工啊 我是在阐述一个宏观经济的 一个现实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企业本身呢 它基本上赚不多钱 所以它也很难还很高的这个薪水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政府一直在讲说中小型企业一定要转型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帮中小型企业转型 才有办法逆转 我们的员工的薪资偏低的这个问题 才能够让一般的国人呢 从这个所谓的中低收入的陷阱里面 挽救出来 那么不用再这样多人 每年都需要政府来派发这个所谓的援助警 那么当然员工方面 基本上我想他们也要就是说自我提升 因为在员工方面呢 目前75%的员工都是中低这个技术的员工 这样当然如果你的技术是中低的话 这样你的收入肯定就不会低 不会来得高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雇主联合会一直在强调 讲说我们的薪金制度呢 一定要是跟这个所谓的生产力过沟 他们所谓的这个productivity link的一个wager system 来使到讲说企业转型 那么人民员工方面要转型 才能够互相配合 那其实刚刚达豆的分享呢 就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宏观经济 还有我们整个的经济结构 我们的雇佣的结构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薪水 是一直停滞不前的 那现在不只是停滞不前 现在还是面临了这个 本来就很低的薪水还下降 那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现实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都会担心 如果我们大家收入都降低的话 会不会造成通缩呢 达豆你怎么看 我觉得它不会造成通缩 反而是通货膨胀它一直在发生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在于讲说 可能我们要把物品区分 就是那一些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物品 基本上 就是吃的这一些 一般上价格都是在上涨 那么偏偏这一方面 是对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 中低下坚称 受最大的影响的 OK 那么那一些所谓的 Dulable Goods 就是能够用的比较长久的 比如讲说电视机 衣服这一些 基本上它的价格 它可能是会比较稍微下跌 还是不会涨得很厉害 因为科技的发达这一些 但是毕竟这一些东西 老百姓一般上都买的没有这样多 必不比这个所谓吃的方面 都是他们每一天在用的 那么我想在这里 基本上 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来得低 那么也就造成讲说 人才外流的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基本上因为这里的薪水低 所以很多好的人才都往外流 这样当你的人才往外流的话 你又怎么样去重组 重整整个经济 这个就是现在国家 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说 我们要数字化 数码化 但是在同个时候 IT的人很难找 间断的IT的人很难找 那么当然 如果是这样多人都处于 入不复处的情况之下 可想而知 我们的援助金已经派发了 十多二十年 那么我们是不是 会再继续派发这个援助金 那么对国家的整个负担 到底是几重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的财政赤字 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 那么我们几时才能够平衡 这个预刷案 几时呢 我们的人民 才能够所谓的 就是说能够经济 肚立 这一方面呢 我想都是大家要一起去努力的 听起来有点悲观 心思没有涨 又有通膨问题 叫我们这些 社会新鲜人 尤其是情何以堪 那针对像我这样子 可能很多的朋友 都是刚出来 又要买车 买房 很多的压力 收入减少了 这个达度你觉得说我们在理财的方面呢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啊 来去应对这样子的一种经济环境呢 当然我想当你收入减少 大家马上会想到的就是缩紧要贷嘛 对不对 就是减少你的这个开支 但是大家也知道 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已经就已经 commit了 就是讲说我的车已经借了贷款 我的物质已经跌了贷款 我的孩子也生了啊 所以现在怎么办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呢 虽然刚才洪耀讲说 他听起来好像很悲观 但是我自己不认为是这样悲观 我只是要阐述一个事实给大家知道 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机会的 等一下我们再谈 不过这里谈到理财呢 最主要是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财政刺警的话 政府也宣布了蛮多的这个援助配套 包括讲说你的这个房屋贷款 车贷方面你都可以 就是延后还六期嘛 所以我想这些就是大家可以去善用的 那么当然如果你真的还是不能够顶的话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 一定要去拿你的EPF啦 虽然作为一个理财人员 我一般上都不支持 但是现在在生死关头 除非必要你才去拿啦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真的不好去拿 那么当然我这里在讲的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如果你是没有需要的人 你应不应该去拿 这样当然我就不建议 就是说 尤其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 那么在理财方面 又不是很好的话 或者是没有财务距离的话 当然你就不应该去善用 或者是在这里讲说是滥用这样的一个措施 因为如果你你的这个借贷呢 房贷或者是车贷 以后还是要还的啊 而且你还要还更高的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你的EPF是以你以后的这个退休金 如果你现在把EPF拿出来 就好像在去年的时候 很多人把EPF拿了出来 投进去股市 当然有人赚到钱 但是也有人烧到手 对不对 所以当你烧到手的时候怎么办呢 基本上这个就是你的退休金 对吗 所以你是不是又要延后你的这个退休 所以在这里呢 我还是比较坚持的讲说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当然要拿这个钱来度过目前的这个难关 那么我想在目前的情况 是一个非常危难 非常辛苦的时候呢 我想大家的信念应该还是要放在于 只要生命还在 我想还是有希望的 明天会更好的 是我们也是希望明天会更好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在疫情的期间 他们是不得已要减员工的薪水 但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企业呢 他们在没有告知员工的情况底下就减薪 那么减薪的金额也可能缺乏沟通和共识 那您会建议企业应该如何和员工来沟通减薪这件事情呢 我想当然这个是就是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问题啦 当然如果你从法律的角度 老板或者是雇主是不能够随便捡员工的薪水 除非这一些是关系到一些 比如讲说Traveling Allowance 它不是固定的 只有你有Travel 出波工干的话 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一些当然就可以捡 因为你现在都没有出国或者是没有出波嘛 但是如果一般上是薪水的话 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同意 当然这一些都是法律的这个程序啦 不过我想在目前的很危难的时候呢 基本上其实受苦的不只是员工 更多老板也受苦 而且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 总共整18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疫情 那么有尤其是很多中小型企业呢 他们也有所谓的那个储备金 我看都用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现在我想是大家一心一意 怎么样去共度这个排除万难 去共度这个困难的时间的时候 所以我想雇主跟雇员呢 基本上应该要秉持一个原则 就有讲说大家怎么样互相帮忙 渡过这个难关 如果你看政府的做法呢 基本上他一直在给这个所谓的薪金补贴 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尽量避免讲说 老板要裁员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呢 双方应该好好坐下来谈的 因为如果老板没有这个能力 雇主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员工又不减薪的话 到最终老板只能够关门 所以如果老板倒闭的话 公司倒闭的话 你也是去工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们大概有5%的人 是没有工作 就是大概80万个人 失业的这个情况 那么目前呢 工作也不容易找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只有大家坐下来 那么共度这个困难的时刻呢 才是一个两全其美 或者是一个win-win 双赢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员工跟企业 都要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体谅 一起都共度时间了 那其实聊到刚刚 他都有讲的很多 这一些薪资的补助 我们的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莫哈木乌兹尔也很乐观 他表示说随着这一些政经的 这个政经经济的配套呢 还有一些逐步的开放 他觉得说经济复苏是肯定的 那薪水的那个平均值 也会有所回升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呢 当然我想他这样讲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在同个时候呢 我想这个财政部最新的预测 就是讲说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呢 他应该会就是成长 只是4个巴仙 这样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当我们的经济成长4个巴仙 它的比较基础呢 是根据2020年 那么我们去年的经济是负成长 就讲说我们的去年的GDP呢 是低过2019年的GDP 那么就算是如果我们2021年的GDP 能够成长4个巴仙的话 它未必会回到2019年的那个水平 对不对 所以整体的来讲 我们的经济还是走下坡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理解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我们在讲说经济复苏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各行各业 在未来6个业里面 如果能够复工的话 当然很多的这些厂家 就是制造商本身 他们比如讲说家具制造商 还有很多其他制造商 他们手楼上都有很多订单 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开工 这样对于这一群人的话 基本上我想他们能够复工的话 这样就能够带动经济 对他们来讲是OK的 没有问题 经济就能够成长 从他们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零售业 当你能够开放做零售的话 人潮或许会开始回流 虽然它不会回流到言有的这个水平 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些 包括讲说旅游业 包括讲说娱乐的电影院还可不可以开 这一些呢 保龄球场可不可以开 这一些基本上它还是会受影响 包括讲说这个所谓的航空业 对不对 它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复的 那么假设讲这4个巴仙的预测 是合理的话呢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目前马来西亚处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政局不稳定的情况 当你政局不稳定的时候呢 你的政策就会出现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不明朗的因素 因为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政府的话呢 可能政策上会改变 那么从之前的这个西门政府 到目前的国门政府 大家都看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那么对外来的投资者 也会有一些信心上的一些影响 所以纵观这几点呢 当我们在看整个经济成长 当然我们是很乐观的期望讲说 这个经济会复苏会成长 但是在同个时候呢 我想我们要考虑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因素 还有国外的整个因素 对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是就是必须要全盘的去考量 那么其实今天最后一道问题 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 都非常想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是否已经对于我国如何复苏 经济有全盘的计划和想法了呢 达到你怎么看 我想目前呢 当然政府还是处于在灭火的时候 最主要呢 我想整个重点呢 都是 都是 计较点呢 都是放在怎么样解决 COVID-19的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以今天来谈的话 当然因为这个COVID-19的这个事情 是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它没有完全被控制下来 虽然我们看到曙光 我自己个人是看到曙光的 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呢 基本上就是要尽快的注射疫苗 那么从昨天的报导 我们也看得到就是for because的呢 我们已经可以允许24个小时 不停的打疫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更快的打这个疫苗 如果这个疫苗能够打到每天 接近就是50万 这样50万到下个月 8月的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应该可以算得到 我们的疫苗的接种 应该会超过40%到50% 就超过一半的人民会接种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想现在政府采取的策略呢 基本上就是要通过接种疫苗呢 那么来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断 这个疫情的感染 只是讲说 如果打了两剂的疫苗 如果患病的话 它不会这么样严重 所以不会对医疗体系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说回这个经济呢 如果我们有办法控制这个疫情的话 这些厂商商家能够重开的话 这样当然对经济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说回我们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只是要附属经济 我们还要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 重组经济 Transformation Reform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目前我们已经朝向IR4.0 就是工业4.0 还有数码化 数字化的这个经济迈进的时候 在这一方面 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中小型企业 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怎么样转型 怎么样加速的转型 那么是不是讲说 这些中小型企业 因为COVID-19 所以很残酷的事实 有一些已经被淘汰 没有竞争力的 不能够改变的 它或许已经在这一轮的COVID-19 那么它是被 就是自然的已经被淘汰了的 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专注点 就是放在重组这个所谓的经济 我刚才有提到讲说 我们的新经济模式在2008年2009年 推出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这个字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就是经济转型 transformation 现在大家都很少听到 我们在谈到我们的6R里面 我们谈到的是reform 这个reform跟transformation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也顺便谈一下 就是 其实我们应该要推出第12大马计划 其实是在第12大马计划 就是从2021年到2025年的这个计划 但是我们应该是在去年就要推出了 就是因为COVID那么有太多的这个变数呢 造成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推出 那么我想下一步政府要做的呢 after这个formule之后 下一次我看政府应该宣布的就是第12大马计划 那么我想第12大马计划它应该是聚焦在所谓的经济转型方面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怎样去证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人民 在中低收入的这个陷阱之中 怎么样把他们打救出来 这一些就是我们 我觉得政府会着重的一些地方 宏耀 对的 我觉得Dato呢 今天的分享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事件 就是薪资件事情 就是给我们铺述了这个大马薪资结构的一些很根本性的问题 那的确啦现在我们都在谈疫情忙着复苏 但其实这个复苏如果又回到疫情前 我们还是依赖这个外劳 还是没有进行所谓的IR4.0的话 那可能这个薪资滑落的问题 它就不只是这一年的问题而已 每一年我们可能重复一年一年 会看到说我们停滞不前 所以根本性的这个转型呢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今天在Dato的分享里面呢 我觉得Dato真的是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经济的复苏不能够只单靠政府 基本上不管是在企业 乃至到我们自己个人 我们的思维都要改变 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思考到了 现在有很多的工作 我们长期是依赖外劳来执行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转念 然后也去做这些工作呢 那么当然企业的观念也要跟上来 不要再把这些工作呢的薪资就卡在某一个程度上面 如果能够稍微的来就是运用本地的劳工来进行很多 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应该要做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个在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经济转型 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 今天非常谢谢Dato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Isaac 谢谢红妙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开门见商 我们下次见